去了之后呢 然后导演就说 每个人都就是说 一波一波人进去演小品 对吧 就说你们这波进去 怎么怎么演 然后你们这波人 怎么怎么进去怎么演 然后我也进去了 我好像演得特别失败 就导演就是 当时给我讲了一个剧情 然后比方说 咱们怎么怎么怎么演 哎呀我演得好失败啊 我就觉得 我根本就不会演 然后我就 就下去了 导演说啊好了 知道了 下去了下一波 后面又来一波 然后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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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 但是我走的时候 我发现前一波 没被试上的人 还坐在门口 就说到时候 我们再跟导演 再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再把自己 再推荐一下 再重新再演一个小品 我当时就说 哎呀赶快走吧 因为我导演 确实没试上我 然后我再留下来 我怕导演看不起我 挺丢人的 我咔嚓我就走了 因为我就想 我还有学校呢 我喜欢上学 我要学更多的知识和文化 学更多的本领 然后再试别的戏剧 我当时这么想的 结果 结果就是我一个 决绝 就是所有的孩子 可能都留下来 要跟导演 在说话 就你这个转头 就我巴一转头 特别倔强地走了 离开了 什么都没有 被人看见了 不是 就导演说 被李亚林导演看着 导演说 就你这一回头 是这个孩子 倔强 就是没试上 然后自己跟自己 特别特别较劲 然后导演说 当时就看那个 大大的眼睛 然后特别特别的 就是里面有很多 他说 他就是荒昧 说我就是荒昧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反正我当时19岁 内心很倔强 导演说 我不敢去让一个 会演戏的 来演这个角色 对 我就要一个 本色的演员 你在那儿 你就是荒昧 你不用演 那时候 你就自然地表现 就是单平 要演荒昧 气质非常对 我刚才看 你在台上表现 他跟那时候 判错了两人 他那时候不说话 我第一眼看见他 就是 一看就是 男方的女生 就是荒昧的形象 这个你们俩还会唱 角落之歌吗 我们会唱 不要 太好了 跟人唱不好 咱们一块儿吧 好 谁知道角落 这个地方 爱情一天 他久久遗忘 当年他曾在吞迭 停留 停留 到何时他太难 来自叹房 太美好了 对 今天这期节目 会不会跟以往都不一样啊 嗯 他让我想起了很多的往事 而且想起的是跟电影有关系的 那平时嘛 你就说来一个朋友 也是叙叙旧呀 讲讲过去的那些友谊的故事啊 然后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我没有特别特别的努力 坚持下来 违规家庭了 嗯 心中其实有很多的遗憾 然后没有想到今天咱们的节目组啊 把我过去的合作的新老朋友 都请到这个舞台上 都和电影有关系 都和电影有关系 让我自己也回顾了一段 关于我自己和他们的一段历程 特别感谢 给丹萍姐做了一小段片子 作为今天最后送您的一份礼物 来看一下 好 谢谢 丹湾 丹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还是回家守着我家的人 然后感谢大家这么多年 对我的关心爱护 谢谢 咱们到这来合张影吧 我觉得你们俩一定要单拍一张 然后我给你辟一个图 就是三十八年前和三十八年后 一二三好吗 说一二三 一二三 来 我们一块来一张王老师 来 来 谢谢 来 说一二三好吗 一二三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